看没 我们把那个 那个叫啥 把拉利SF90的后杠给拆下来了 然后为了贴这个改色的词仪 这个哑光绿色的 一般呢我们贴改色呢 基本上是不会去拆这个杠 但是这个车这个边缝啊 能做得太密 太紧了 然后呢加上它这个杠呢 看一下啊 这个标呢是要拆下来 不然的话颜色肯定会能 加上这里这个复杂程度比较高啊 比较复杂 所以说呢就拆下来会比较好 但是呢这个拆呢 是车主要求并且呢参与的 参与到这个里面啊 车主自己来拆的 不是我们拆的 对 最为还不好追 谁追它谁死 最贵的都在这里 这电扣好像是混动的那个东西 对 你你就拿akan 等一下 谢谢 好 这把插头 摆着 摆着 摆着这个 掉地上就那个了 贴个膜全拆光 看一下这台车基本上快贴完了就剩一个杠 本来那天想要把尾翼给拆了 后来想想不划算 干脆就是专出专上课 看看现在这里有露一点点缝 但是一般也不会凑这么进去看 远处看你根本看不出来有这么露红色的底 对吧 质感我很喜欢 买一辆 什么买一辆 我说我想贴一个这个膜 你叫我买一辆 买一辆再贴一个膜 大家都贴一提案在拔这个好不好贴 你们已经体验过了 现在还有一个后视镜 顶要不要贴它 不够了吧 然后它这个里面说要贴 一般我们这个改色膜里面的不建议贴 但是它贴黑色的 它这个可能贴的可能要贴好几年 因为车衣嘛 它这个质量各方面比改色膜要好很多 对 一般我们里面是不贴的 里面贴的话反正车主要贴嘛 尤其是加工时 还有一个就是座椅 还有一个座椅 座椅呢要给它换掉 关于这个座椅呢 我那天上一个这台车这个视频呢 发出去就有人说这个座椅是不是不能换 我也问了这个车主哈 他研究的比较凑哈 就原来这个电动座椅呢 换成那个赛道版的座椅呢 是可以换的 系统都没关系 但是赛道版座椅换到电动座椅呢 就会有很多报错的地方哈 所以说这个是可以换的 问题呢我们倒是贴完了 也给大家再分享一下 因为这些 呃贴这个车啊 这些细节啊 真的还是比较比较难哈 学乎难不难学乎 太麻烦了哈 啊 马上加鸡腿 10个鸡腿 10个鸡腿 这个车已经贴几天了 三四天了 最织了 11号开始贴的 11号开始贴的 中间休息的一天 也就是五天 哈哈哈哈 对吧 已经贴了五天了哈 这个车 对吧 可以看看 整体的一个效果哈 就是人家说 看贴膜技术好不好 我昨天看谁发的哈 看这个大剂贴的好不好 就知道这个技术怎么样 来试试这台车 哈哈 哈哈 对 谢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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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